皇上在御花园设宴 一个小太监却鬼鬼祟祟 不停向皇上望去 突然就跪在了地上 一个是混入皇宫的假太监 一个是服侍他多年的公公 皇上自然是相信蔡公公的话 不过还是愿意听听宋慈要说什么 宋慈便把贵叔的遭遇讲了出来 时王爷也及时赶到 承认是他将宋慈安排进宫的 没想到皇上根本不买账 反而把时王爷训斥了一顿 更是要将宋慈处决 唐司得知此事 便在永飞娘娘请宫寻找令牌 想要去就宋慈 可永飞突然回来 唐司只能躲在衣橱中 却听到太医的声音 问题是皇上已经有三个多月 没有灵性他了 这个孩子只能是蔡公公的 唐司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时王爷 他当即决定把这件事禀告给皇上 让永飞和蔡公公对峙 但门还没出 岑海公公就闯了进来 永飞娘娘突然暴毙呀 太医检查后说是疾病致死 皇上也没有多想 可宋慈总觉得事情不对 便拜托时王爷把他从大牢里捞了出来 跑到皇陵验尸 永飞的身体微微发黑 很明显是中了毒 但唐司打探了一下 永飞当天什么都没吃 茶水大家都喝了 也没什么问题 可奇怪的是永飞口舌于黑更重 明显是毒从口露的 唐司突然想起永飞有抽烟的习惯 而在事发当晚 蔡公公曾让宫女给永飞送了一盒烟叶 很有可能就是他下的毒 隔天蔡公公回房的时候 发现有人在院子里搜着什么 岑海公公解释说有宫女偷窃被发现 正在搜索她 蔡公公也没多想就进了屋 却发现衣橱中露出了一根衣角 里面藏着的人正是唐司 原来你就是那个小毛贼呀 唐司赶紧跪下求情 只要不把她交出去 让自己干什么都行 蔡公公顿时就来了兴趣 让唐司给她按摩 我有办法可以让公公你更加舒服 真的 蔡公公差点把裤子都脱了 唐司却拿来了烟袋 待会儿公公会让你更开心呢 可她自己却开心不起来了 此刻她的口舌发麻 头也开始发昏 唐司告诉她 刚才吸的烟丝 就是她送给永飞的那盒 这盒烟丝要鸡同族啊 她赶紧跑出去找太医 没想到门外却站着十王爷 皇上和宋慈也紧随其后 刚才屋内发生的一切 都已经被皇上得知 而她刚才吸的烟丝 宋慈早就换了 里面只是麻药而已 这下人赃俱获 皇上下令将蔡公公临时处死 也赦免了唐司宋慈 擅闯皇宫的罪责 两人回到桃园镇 圣旨也跟着来到了衙门 谁都没想到这份圣旨 竟是嘉许宋慈的 方俊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这个圣旨不是给你的吗 是啊 怎么回事啊 可让她更难受的事情 还在后面 桃园镇决堤了 一部分村民流离失所 支线大人前来探望 却被村民们骂得狗血淋桶 其实方俊对这件事非常上心 早已上书工不休气和低 却还没等来回应 村民们难听的话 最终还是将她逼走 好在这天公布派人下来 方俊在衙门中招待 还提交了一份防范之策 谁曾想肖大人连看都没看 直接放在了一边 对于民生他一点都不关心 只想尝尝这里的巡龙鱼 晚上方俊独自来到酒楼吃饭 却被蓝彩蝶叫住 原来蓝老爷在这里 宴请京城来的肖大人等人 却唯独没邀请支线方俊 蓝彩蝶将方俊带入场中 看到两人的关系这么好 肖大人一改下午的态度 主动提出修气河堤的事情 一文和银子日内送大 谢你肖大人 此刻的方俊真切地感受到了 官场的那一头 因为修气河堤太忙 方俊多次与聂峰施约 为了哄他 便约聂峰在东门山下相见 正当方俊要出门时 蓝彩蝶却找上门来 声称有关于河堤的事情要和他说 结果却被蓝彩蝶拉着出来 游山玩水 方俊转身便要离开 此时却突然下起了大雨 两人的衣服都被淋湿 只能到一个山洞内暂闭 而此时的聂峰 还在傻傻地等着方俊 山洞内孤男寡女 两人还都衣衫不整 随着一声惊雷 蓝彩蝶紧紧将方俊抱住 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事情 在这晚全都发生了 次日两人又在店里相遇 蓝彩蝶买下一尊观音和马踏飞燕 方俊充当起劳力 帮他拿回了家中 可没想到蓝彩蝶竟说这些东西 都是方俊买给蓝老爷和夫人的 娘啊 他是来向你们提亲的 蓝夫人离开去叫蓝老爷过来 方俊一脸震惊 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蓝彩蝶便用那晚的事情威胁他 如果你不想负责任的话 一会儿我爹出来 我就把整件事情告诉他 这时蓝老爷也出来了 方俊为了自保 只能说要娶蓝彩蝶 然而在此之前 他一直和聂峰保持着男女关系 一个是人脉通达的富家女儿 一个只是骨头的女儿 早已和蔡公公同流合污的方俊 当然知道该怎么选 在聂峰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方俊告诉他 自己要和蓝彩蝶成亲了 悲痛欲绝的聂峰独自走在街上 还被宋慈调侃了一番 迎接他的 是一个响亮的大逼动 不过宋诚夫妇知道 方俊要和蓝彩蝶结婚之后 表现得欣喜若狂 毕竟他们一直都是典型的市井小人 如今有了这么有钱的亲家 晚脑子想的都是以后的奢华生活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个儿媳妇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痛苦